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蒜香排骨 洗净的排骨加盐、胡椒粉、白糖、料酒、酱油 再来点姜片和蒜片 用右手抓拌5分钟 再腌制20分钟 然后加入一大勺面粉 一大勺玉米淀粉 把盆拿起来颠一颠 让排骨表面均匀的包裹上一层面粉 这样能保持排骨的营养和水分 在炸的时候不会流失 油温烧到五成热 把排骨一块一块的下锅炸 全部下完以后 这一步很关键哦 一定要调小火 用小火慢慢炸 8分钟基本上就熟了 不然火大了 外面糊了 里面还没熟 像这样外表金黄 咱们就捞出来备用 锅留底油 下入蒜末 小火把蒜末炒到微微发黄 下入排骨 再倒入切好的红绿尖椒末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 如果拿到是你喜欢的 记得给老弟来个双鸡 有不懂的 给老弟发交接 老弟看到了 马上回复你 感谢支持 小火把蒜末炒均匀